你要向中原暴露是無色輸行後 比日本人強多千億才造成的暴露 尚以賽德克族巴蘭社的祖林 原本住在無色高峰和萬代水口對方的山南 為了解昨今的歷史 暴露基盤製造順境的活動 希望找回來昨今的傳統 也好由政府將原本尚印的土地行為他們 我們要來看我們的祖先 有沒有什麼回憶 有 有 來看祖先住的地方 找到期待的心情 中原暴露基民 回到八十年前的祖基地 這裡已經變成一片森 老大人看到像中間的一個坑 說這就是以前大的地方 這個房子 這個嗎 房子 這邊還看得出房子 對 這裡 有房子就是 以前的人的房子 都是到下面差不多 坑爐差不多高一 再高一點 在裡面 這個地方 曾經是我們日本人就是 還沒有進來之前呢 我們先到這個地方 做一個居住地 然後呢他們會先挖一個 就是先去一個 挖一個基地 社區也專頂帶到海董 一起參加孫金和黨 當時透過家長和中部的水平 讓孩子了解自己 走運的過去 跟生活文化 我覺得很震撼 為什麼震撼 因為他們以前住這裡 就不會冷 那跟你們現在住的房子有什麼不一樣 它是半穴屋 半穴屋 就 它會往下挖一點 可是在建很矮 你們現在住的房子呢 高 這是一個傳承啦 那小朋友他們自己也知道自己的祖先居住的地方 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我們當然也希望小朋友去認識自己的文化 以及認同它 將來他們長大的時候 也可以訴說他們的故事 給他們的後代子孫聽 讓他們的後代子孫也覺得說 喔 以前我的祖先就是從這個地方來 然後我去過 我看過 我也聽過故事 被迫遷到中原部落 然後 事隔將近90年了之後 我們從來都 都沒有來過這個部落 然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讓我們的後代子孫啊 能夠回到自己的家 然後認識自己的部落 尊敬驚犯無瑟各方地区 其實只是賽德克 主巴蘭社其中一個祖基地 另外要有兩位 是為了萬代水庫對外山 這也跟族群的潛意歷史有很重要的關係 巴蘭社的部分是區分三個部落 一個巴蘭部落 達甘南 卡族 當然在物色事件過後 要建造水庫的話 對面卡族跟達甘南 遷到巴蘭部落的第三班的腹地旁邊 在建造水庫之後結束的話 在民國28年整個遷到戶竹村 現在的中原跟清流 它那舊子都很完善 我們搭船過去的時候 到達對岸 走對岸走那個零線上去 你看它一層一層這樣上來 到達第一個點的時候 我們講的一個警察哨 一個平台 它那個還是很完整的 然後過了一個好漢坡之後 有一個很霞 類似愛口之類的 上面有一個瞭望台 那個瞭望台再上去 就會碰到他們早期開墾的地方 好甚至呢再往往往往延伸 到那個山木林區的時候呢 哇那邊就整片的 主機地都在那邊了 就到孫金 昨日也來跟早期巴蘭社頭目 和你四部年的紀念方向 紀元水庫製造多年 因為我們的遷移不是自然遷移 我們是被迫遷的 然後也希望透過這一次的活動 跟政府對話就是說 能夠說尊重一下我們 原來住在這裡 這一塊土地的巴蘭的後代 然後能夠說歸還 把這個土地還給我們 無瑟宿驚到萬台水庫的興建 改變了賽德克組巴蘭社的歷史 作人積極找回自己的歷史文化 除了演習傳統 經過紀大可以對球續軍的土地轉行政議 紀者王者勝彩虹報道